三軍統帥總統賴慶德 受刺穿軍裝現身舉光原地 視察國軍精神戰力之後 也成為歷任總統中的第一人 而這個基礎就是我們自己防衛的力量 所以各位每一天在執行勤務 訓練時所留下的煤滴汗水都不會白流 與戰鬥技聯隊官兵對臺 總統賴慶德有溫必達 強調國防自主建立真和平的必要性 事實上22號要登場的漢光40號演習 也透過實戰化 無劇本操演 提升自我防衛能力 其中更要首次驗證修訂版的接戰規定 讓單兵透過ROE交戰小卡 映儲各想威脅 國防部也曝光詳細內容 告訴官兵在開戰的時候 你在什麼狀況下你可以使用武器 再配合相關的吸星卡裡面的條文 我相信我們的推廣 一定可以達到實質上的目標 同行演習較去年增加了25個單位參演 集集兵力2000餘元 強化14天的教招及鞭石動員的能量 今年部分會延續去年驗證的成果 今年我們擴大辦理 當然除了新竹市嘉義市 它行政區數目比較少一個區之外 其他20個地方政府各自兩個驗證區 來做重點驗證 萬安47號演習也升級 希望居民一新 以全力提升我國防衛能力 民視主任 市民調補的特定 市民調補的特定